是的 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上个星期公布了六艘滨海战舰采购案的弊端之后 迟迟无法交货的承包商莫什德海军造船厂也备受千夫所指 作为莫什德最大股东的武装部队基金局亲自为这家造船厂辩解 武装部队基金局执行长阿莫纳金贴出照片来证明战舰确实正在建造当中 还表明因为六艘战舰必须同时建造 所以至今都没能完成任何一艘 公账会耗时一年多完成的国防部六艘滨海战舰采购案调查报告揭露 政府支付了超过60亿令吉 让莫什德造船厂BNS在今年8月前完成五艘战舰 但截至目前却连一艘都还没建好 顿时让莫什德造船厂成为舆论焦点 作为BNS最大股东 武装部队基金局也站出来解释 为何战舰一艘都建不好 基金局执行长阿莫纳金昨晚在脸书贴文 还附上照片例证 他直接参与了由国防部更改战舰设计的过程 也曾多次造访BNS 位于霹雳宏图坎的造船工厂 阿莫纳金还解释 根据合约六艘战舰必须同时建造 不是建好一艘交货一艘 所以才会演变成今天未能完成任何一艘的局面 他也解释 政府支付了61令吉是为了让BNS可以一起购买造船所需的器材 他更表示这会比分开几次单独购买更便宜 接着阿莫纳金也辩解 BNS的合约高达90亿令吉 其实大部分都是用在船舰的设计上 而这主要是支付给法国Nava Group 他说政府以90亿购6艘船舰 意味着一艘船舰舰只有大约15亿令吉 这已经比其他国家采购船舰的费用来得低 他举例 埃及和阿联酋就花了将近19亿令吉来购买一艘战舰 至于美国虽然是自己造舰舰 但一艘也需要花费24亿令吉 阿莫纳金也提到 BNS确实利用政府支付的合约款项来清还前一家公司 也就是PSC工业公司的债务 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这家公司的背景 或是欠了多少债务等等详情 这表示公账会报告也提到了这个部分 他认为BNS承建这6艘舰舰舰 提供经济和提供就业机会 包括聘用3000名工程师 为400家本地供应商提供商机